魏明 你身為駙馬府總管 卻無事於朝廷律法 連續教唆含其殺害無辜 慫恿陳世梅冒名鼎替 犯下欺君大罪 三條人命遇害 兩戶人家遭殃 罪孽深重 法所不容 本府依大宋律例 判定 扎刀之刑 該人呐 在 虎吾此道之後 是 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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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呐 摘掉他的官帽 拖起他的帮袍 是 陈世梅 你既蒙天恩 高众状元 就该光宗耀族 一家团圆 你却 贪图荣华富贵 抛弃糟糠之急 冒名鼎替 入罪皇家 明灭人性 杀起灭子 如今 天离昭彰 报应不爽 法王惠惠 书案不漏 本府一大送律令 判定扎刀之心 来人呐 在 龙 藤大自豪 报大人 报大人 开音 报大人 开音的 报 太后驾到 主席 好 来 抱着 大胆 驸马乃是皇亲国戚 无权审他 派后 如今有皇上遇刺 龙头扎在此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 言前当下 包拯并未接获政治 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太后 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 后宫不得干枕 好一个包拯 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 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 太后 太后请看 这公正联名四字 绝非门面白设官样文章 这开封府 福音观音 更是皇上所赐 朝廷所斑 百姓所托 国法所计 太后 休说得顶上无杀 便是要包拯赔偿向上人头 今日也要将那陈世门名正贬弃 来人的 在 开的 是 太后救命 公主救命 公主 上旨到 初代 快门 救命 祝工 淹门 包拯 包拯 你好大的胆子 太后亲自赶到宫堂 却也拦不住你 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 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 你竟敢抗旨不接 包政 难道这大宋的朝廷 是你开封府馆 这赵家天下 是你包家的吗 臣不敢 那你就老老实实搭政问话 臣遵旨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皇上 包政要杀那陈世梅 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 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政不同 皇上自然难以认同 好 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 你且将权案讲给朕听 朕自会判断其中 是否真有出入 臣遵旨 大人回来了 让公孙先生担心了 那皇上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 没有怪贼大人 秦相连的情形如何 他得知陈世梅伏法之后 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这也难怪 虽然满腹冤屈 获得生长 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 又岂能轻易忘怀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 还向大人辞行 那就请他听众说话 是 爹 娘 媳妇这就带你们回家去 咱们这就回家去 启禀大人 秦相连来向大人辞行 相连向大人辞行的 本府还是那句话 今后 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 随时来见本府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相连叩别大人 睡吧 是 公司先生请留步 一路平安 多谢小翘 uplis 你 静 仪 不静 静